上一屆政府就用行政的手段 用公帑 選擇去DQ我們的青年議員 選擇去覆核三子和東北岸的一些年輕人 逼他們坐牢 你如何去修補和年輕人之間 用撕裂和不信任 還有你會不會在這裡承諾 接下來三月的補選 是不會DQ任何一位的立法會參選人 第一就是你經常說 我們選擇這個選擇那個 我們選擇是依法辦事 這是香港最大的核心價值 律政司這次的覆核應期的上訴 是全面得到法庭的接納 不可以隨意 用你剛才的口吻去說 逼一些學生坐牢 就更加是漠視了香港的司法制度 不是我們讓學生去坐牢 是經過法庭的判決 所以就算我想和青年 如何誠懇、誠意、同行 我也有底線 我的底線就是要依法辦事 我的底線就是公平、公正 我的底線就是可以符合到社會的期望 因為 것을比較 médiico 相處κα士顧 香港 critically是 所έ誠意 華人